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s学院 上节课 我们讲完了 我们和表结构相关的一些操作 学到了一些命令 那接着呢 我们数据表相关操作呢 还剩下一个比较简单 删除我们的数据表 当这个表你不想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将表删除 在删除的时候呢 大家也要注意 如果表删除掉了 你的数据也就都没有了 所以说删除之前呢 也一定要谨慎 那接着来看一下 如何删除我们的数据表 可以通过job关键字 table 如果存在的话 加上你的表名 可以一次删除一个 也可以一次删除多个 那现在我们简单的来测试一下 首先看一下已有的表 show tables 有这么多表 那现在呢 我就想把user12删掉 删除 数据表 job 关键字 table 表名是user12 那接着你会看到 这个表被删掉了 那你再show tables 你看到少了一条 刚才有30条 现在呢 user12已经被删掉了 那当我说我再运行一下 删除一下 user12 这时候会报一个错误 unknowntable math.user12 没有找到 不认识的一个表 在math数据库下 user12这个表 其实是不存在的 那接着 那接着为了不看到这个错误呢 我们就可以如果这个表存在的话 再删除 job table if exists 一号字12 如果存在的话再删除 那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 他就不会报错了 但是呢 是不是产生了一条警告啊 我们想查看这个警告 通过show warnings 来查看产生的警告 只是把这个错误 变成了我们的警告而已 那这是一次删除一张表 那接着呢 我现在想删除 1110 包括987 想一次删除多张表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job table if exists user11 user10 user9 删除这三张表 同样的也可以 来看 成功 再show tables 你看到 这三张表已经删掉了 但是呢 接着你再看 如果我们说某一张表不存在了 写成一个 8 7 6 接着再写成一个user123 当然我们知道没有user123 我们把它放到前面也行 那现在你来看 是这一条语句都不成功呢 还是说这三张表存在的表会把你删掉 这一点你来验证一下 好 那接着先看一下show tables 那几张存在的表是不是已经删掉了 那接着产生的这个警告 是不是应该告诉你user123 不存在呀 对 没问题 还有大家也需要知道 删除数据表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把磁盘中的这个文件就删掉了 program date my circle server date mass下的 现在你如果想删除 假如说我想删除user5 那接着呢 我们是不是只用把这三个文件删掉 你看一下 是否可以 首先 你想删除表的时候 我们应该先退出一下 接着我们再选中 删除 我们这个服务也需要先停止一下 night stop一下 my circle56 因为你的服务开启着 那现在呢 你就没有办法来删除这个文件 相当于它已经被占用了 那这时候你再删除 你看到 可以 接着呢 我们再开启这个服务 night start my circle56 好 再登录一次 my circle-u root-p root 接着呢 我们再来use一下 mys show tables 你看到 user5这张表 是不是也被删掉了 同样的 你要直接删除这张表呢 相当于把这个文件删掉 user4 成功 你看到三个文件是不是已经没了 这样的形式 好 那接着再往下 数据表相关操作已经结束了 在这呢 再给大家说一点 之前我们讲数据库的时候 是不是说有数据库的同时 我们可以在登录的同时 来打开指定的数据库啊 对吧 这个命令还没有给大家说 那现在呢 有了数据库之后 我们就可以这样了 root-p 接着写成一个 -d 跟上你要打开的数据库 假如说mys root 跟上-d 那接着你看一下 select一下 database得到当前打开的数据库名称 mys是不是已经打开了 其实呢 就是完成了在登录的同时 打开指定的数据库 也可以登录之后呢 我们再来干嘛呢 通过use关键字 来打开这个数据库 效果是一样的 那接着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命令分割符 命令提示符 那现在呢 我可以登录的同时 来修改我的命令提示符 -u root -p 接着写成一个 -d 或者这个 -d 都可以省略掉 你直接写成一个mys 接着写成 -promote 等于反斜杠 小d 反斜杠 大d 反斜杠 u 反斜杠 h root 好 那接着你再看 在这儿呢 第一个反斜杠小d 是不是代表当前打开的数据库名称啊 这时候你已经打开了 所以说你得到的就是我们的mys数据库 因为我们是在这儿来打开指定的数据库了 同样的你可以得到一下 select一下database 或者scammer 也能得到我们当前打开的是mys数据库 这样一个小命令 那其他的和数据库相关的 我们就已经说完了 好 那从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和数据的相关操作 完成我们dml的一个相关操作 这也是我们的重点 主要是对数据的一个增删感以及查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数据表 包括数据库相关操作 好好练习一下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感谢